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财经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中国经济有关的各类消息和资讯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话题 意大利联盟党党魁萨尔维尼在本周二表示 将凯斯纽荷兰工业公司旗下的卡车制造商 以维科出售给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是一个耻辱 罗马政府必须尽一切可能加以阻止 凯斯纽荷兰工业公司最近表示 它可能考虑将其卡车和巴士业务分拆 并单独上市的替代方案 正与中国一汽汽车集团就伊维科的未来进行商谈 在本月初意大利工业部长姜卡洛·佐尔格蒂表示 如果意大利凯斯纽荷兰工业集团 决定将伊维科出售给中国的一汽集团 那么必须首先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批准 其实在今年年初就有媒体报道 凯斯纽荷兰工业与一汽重启了出售伊维科的谈判 而此次表态说明过去两个月里 意大利政府一直在密切关注此事 事实上凯斯纽荷兰工业与一汽集团 有关伊维科的谈判最近可追溯至2020年初 根据媒体报道 当时的一汽集团对伊维科初步估值约30亿欧元 但凯斯纽荷兰没有认可这一估值 谈判没有再进行 此后受到新冠疫情在欧洲爆发的影响 凯斯纽荷兰工业与一汽集团的后续谈判便被搁置 时至2021年1月 有媒体报道双方重启谈判 指出一汽出价或超过35亿欧元 目前一汽解放是一汽集团中表现最好的业务板块之一 根据官方数据 2020年一汽解放整体销量近49万辆 同比增长幅度40% 2021年1-2月 一汽解放重卡销量就达到108138辆 累计同比增长68.45% 对于一汽集团重启收购伊维科的消息 外界认为这与一汽集团加强卡车业务 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有着直接关系 而事实上 伊维科目前与上汽集团是成立了合资公司 在华生产全系商用车 包括南京伊维科和上汽伊维科 因此如果一汽集团将伊维科收入囊中 伊维科在华原有业务如何调整 同样也值得关注 我们来到下一条消息 根据路透社报道 对马尔达高层涉嫌腐败指控的调查范围不断扩大 现已经延伸到了中国 以及中国一家国有电力公司 对欧洲的一笔4亿美元的投资 该指控首先是由被谋杀的记者 达夫内卡鲁阿娜加利奇亚提出 卡鲁阿娜加利奇亚在2017年10月被谋杀 当时他正在调查一个 他认为向马尔达政客行贿的公司网络 现在路透和一个记者联盟追踪 两家涉及该网络的公司 找到全球咨询公司艾森哲 一个中国高管的亲属 马尔达官员和官方记录显示 这名高管是43岁来自上海的陈诚 在过去10年中 他曾代表中国国有企业上海电力 谈判在马尔达和另一个欧洲小国 黑山的投资事宜 这起丑闻已经撼动马尔达政府 并在去年导致该国总理下台 而揭发此事与中国有关联 可能增添了一个新的国际化层面 这也可能被纳入马尔达官方的一连串调查 以了解导致卡罗安娜加利奇亚死亡的各个事件 在马尔达政府支持之下 上海电器的这些投资被马尔达和中国政治领导人 描述为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 由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对中亚 以及欧洲经济基础设施注入数兆美元的资金 2016年也就是阿罗安娜加利奇亚 在一起汽车爆炸案遇害前一年 他已经在博客文章中指出 陈诚在各个交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马尔达总计有6人被控于卡罗安娜加利奇亚之死有关 正等候审判 目前没有有关艾森哲 陈诚和任何中国公司及个人与这起犯罪有关联 根据卡罗安娜加利奇亚的报道 陈诚于2014年在英属维尔金群岛创办了一家公司 但目的不明 同年上海电力投资3.8亿欧元约4亿美元收购 马尔达国家电力公司Animalta股份 陈诚在谈判和禁止调查中 发挥了核心作用 卡罗安娜加利奇亚并未指明陈诚有什么不当行为 陈诚和艾森哲当时 为就卡罗安娜加利奇亚的报道做出回应 现在路透马尔达时报 组织犯罪于贪腐举报计划 及难得一致报的记者发现 陈诚的家族在香港又成立了两家分公司 都与马尔达有业务联系 目前陈诚和上海电力军委就此文章置评 艾森哲在一则声明中则称 公司正在非常认真对待此事 并仔细审查这些指控 因为这些指控与我们的一名员工有关 在我们经营的每个市场 我们都坚持最高的道德标准 对任何偏离这些标准的行为都零容忍 而艾森奥特为回复有关陈诚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则对此表示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是公开和透明的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近日半导体行业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 中国股权投资机构智路资本将以1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韩国著名芯片厂商美格纳 此次收购美格纳是中国的投资机构 对海外半导体企业的右翼重量级并购交易 近日美格纳半导体公司宣布与中国私募股权机构智路资本签署协议 同意以14亿美元的价格向智路资本以及其有限合伙人出售 美格纳美国总部全部股票 该交易预计在2021年下半年完成 根据协议条款 智路资本将以每股29美元的价格收购美格纳股票 这一价格与美格纳近三个月的成交量加权 平均股价相比一价约75% 智路资本收购美格纳的总价约14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92亿元 超出市场的预测 美格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9年成立的LG集团半导体部门 作为一家在纽约上市的韩国半导体企业 其主要业务是显示半导体和功率半导体设计制造 截至美东时间3月29日开盘 美格纳股价下跌约1.08% 报25.73元每股 据了解这起收购被看作是 既建广资产前头收购恩智普的标准产品部 重组为全球知名的汽车功率半导体制造商 安氏半导体之后 中国投资机构在海外半导体市场上的又一大并购案 对于这笔交易 美格纳首席执行官YJ King表示 这项交易符合我们股东 客户和员工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利益 会是一个加速我们的3.0增长战略的绝佳机会 智路资本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 是我们理想的合作伙伴 我们期待与他们合作 共同规划公司下阶段发展计划 公告还显示 智路资本将与美格纳的管理团队合作 将公司转变为半导体行业真正的领导者 并通过其投资赋能和全球网络 帮助美格纳在国际上发展 智路资本是一家全球化的专业股权投资机构 专注半导体核心技术及其他新兴高端技术投资机会 2020年7月收购了西门子旗下独立品牌瑞士福巴 并主导或参与过安氏半导体 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公司 领盛科技等投资项目 我们来到下的消息 中国文太科技在本周二公告 你以24.2亿元人民币的总价收购 苹果供应商欧飞光旗下的两项资产 不过目标资产需待交易完成后 通过特定客户审场后才能重新获得订单 最终能否取得订单仍存在不确定性 这两项资产包括欧飞光持有的广州德尔塔 100%的股权 作价17亿元人民币 欧飞光控股子公司 浸润光学持有的余向境外特定客户 供应摄像头相关业务的经营性资产 作价7.2亿元 欧飞光是苹果智能手机摄像模组的一个供应商 去年7月被美国川普政府列入11家 禁止接受美国产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名单 本月12日欧飞光称 公司收到境外特定客户通知 计划于第二季度终止与其的采购关系 具体时间尚未完全确定 而受此影响 公司2020年度的净利润可能为负 文泰科技表示 本次拟收购的目标资产运营效率较高 技术研发能力相对突出 拥有产业高效的技术研发团队 在本次的交易完成之后 公司将在原有半导体IDM和通讯产品集成业务的领域的基础上 进一步拓宽业务版图 寄生摄像头模组业务的主流供应商阵列 不过若广州德尔塔无法通过境外特定客户审场 或通过审场后无法及时获得足够的订单 广州德尔塔可能出现持续亏损 资产减值的风险 进而影响公司的整体业绩 另外交易完成之后 为了取得江西金润的经营性资产对应的产品订单 文泰哥继续另行租赁建设厂房 搬迁设备完善研发和生产团队 并申请境外特定客户审场 若公司无法完成前述工作 并取得境外特定客户的订单 公司从江西金润购买的相关设备 可能出现大额资产减值风险 欧飞光的公告则指出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仍需对除本次交易涉及资产外的 与特定客户业务相关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上述相关设备资产账面价值约为33亿元 约占公司2020年12月31日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2% 欧飞光周一收报8.43元 而最近一个月它跌了约20% 文泰科技同日收报98.4元 最近一个月它累计跌了约2% 我们来到下条消息 根据贸易商和分析人士 中国三月将再次涌入大量便宜的伊朗石油 数量胜过其他来源的原油 控制中国对其他石油供应商的卫纳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本月每日可能有接近100万桶的伊朗原油抵达中国 几乎相当于最大出口国沙特 今年头两个月对华供应量的一半 陆福特石油研究预计 本月到港的伊朗原油为375万吨 约合2700万桶 超越此前在一月创下的337万吨的记录 另外一位熟悉伊朗船只动向的贸易人士指出 三月发往中国的船货在3000万桶 路透上个月报道称 尽管美国祭出旨在惩罚购买者的制裁措施 中国在2021年初还是悄悄接受了创纪录的伊朗石油 分析师表示 这是全球布兰特原油价格从每桶70美元下滑的关键因素 这也限制了欧派克增产的空间 好了 以上就是中国财经今天所有的内容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和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收看 请点赞并订阅中国财经频道